马来西亚吉隆坡重启经济活动 更多人回到工作场所办公 但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尽管政府在公共交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不过数据显示 当前交通堵塞的情况甚至比疫情前还要糟 随本台驻马来西亚通讯员吴秋婷去了解其中的原因 首都吉隆坡车龙绵延 车子归宿前行 维玛尔说赛车情况比疫情前严重 办公室和住家仅10公里的距离 开车却得花上将近一个小时 马国人口有3300多万 注册车辆总计超过3000万辆 平均每户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 专家说政策相互抵触加上规划不当 是公共交通使用率远低于40%目标的主要原因 目前只有两成民众搭乘公共交通 以致地铁系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马国交通部长魏嘉祥已承诺会改善公共交通服务 但专家认为要鼓励更多民众改搭公共交通 必须让民众能更方便到达地铁站 当局还需解决地铁服务中断和延误问题 提振民众的信心 提振民众的信心